下一刻 滚滚毁灭道运 伴随着顾寒的动作而凝聚 化为了一道冰寒至极 同时仿佛泯灭万物的寒光 在剑锋之上不断流转 他眼中恶意沸腾 想起来当初在玄金城 被叶辰碾压的一幕幕 想起了自己像条狗一样 跟在叶辰身边的屈辱 他狂吼一声道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毁灭神道 话音一落 便骤然一剑朝着叶辰飙去 别说是在场的那些天骄了 就连部分周长都是一阵惊悚 按道此人不愧是顾家天才 这一剑甚至拥有了 秒杀补天八层天存在的威力 那天神静的小子 别说是战胜顾寒了 若是顾玄不出手的话 他甚至可能死在这一剑之下的 可直到这一剑都要斩到叶辰面前了 明州的房间却依然丝毫动静没有 而于红英 魏吉等人 则是目光闪烁地 注意着叶辰的一举一动 此人究竟是真龙还是尼九 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就在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叶辰要惨死在顾寒一剑之下的时候 叶辰那淡漠的面旁 却是浮现了一抹邪义笑容 比毁灭神道 暗喻谁人有资格和他相提并论 刹那间 一道恐怖至极的杀意 自叶辰体内狂勇而出 叶辰母中鸿芒一闪而逝 毁灭神道的力量爆发 取而代之的是在体内 升腾而起的无尽力量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顶漆黑长剑 深沉的无光在刀锋上闪动 同样属于毁灭神道的意愿 自长剑之上激荡而出 虽然没有了顾寒道运之中的冰寒之意 可毁灭的气息却浓郁了许多 叶辰刻意没有施展六灭真觉 因为如此威力 镇压面前这冰寒剑光绰绰有余 下一刻 时间仿佛定格 震撼万古的一幕在众人眼前出现 在他们的思维之中 无比强悍的冰寒剑芒 竟是在接触到夜晨展出的 乌黑剑光的瞬间 便仿佛薄冰撞上了金刚石一般 瞬间爆碎 顾寒的面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 从不敢相信到不甘 再到惊恐 瞬息万变 可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那漆黑剑光便疯狂地继续前进着 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顾寒的面前 死亡的阴影瞬间将其吞噬 顾寒尖叫了一声 面对这一剑仿佛回到了过去 看得来自暗玉顾家的光环顷刻暗淡 而他也变成当初 那个被夜晨狠狠踩在脚下的弱者 冷汗湿透了顾寒的衣衫 这众人眼中的荆州天骄 在这一剑之威下 竟是身躯一软 瘫倒在地 道心都出现了死死裂痕 恐惧得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 场面瞬间反转 现在是这荆州顾家的妖孽顾寒 要陨落在那明州小子的剑光之下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女子身影骤然出现在了顾寒身前 随手一挥便是无尽道运汹涌 将夜晨展出的那道剑光彻底泯灭 这女子看上去有些轻瘦 容颜不算绝美 倒也是忠尚之姿 此人赫然正是荆州州长梁子冰 梁子冰神色难看地 瞥了躺在地上的顾寒一眼 梁家同样是荆州豪门之一 与顾家有救 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 顾寒也成了他的徒弟 两人之间相处得倒还算不错 梁子冰对这名弟子也颇为喜爱 甚至顾寒因为血脉之力 实力暴涨 被很多荆州天才 笑称为走了狗屎运的垃圾 是梁子冰不顾得罪 荆州各大势力的危险 替顾寒说话才平息了一切骂声 可没想到 这小子竟是如此不济 梁子冰叹息一声摇了摇头 将顾寒从地上扶了起来 转头深深地看了叶辰一眼 便朝着台下走去 窒息 唯有窒息 这偌大的会议大厅 一片死寂 宛若落入了没有声音的 一空间一般 在场的众人 看着傲力台上的叶辰 惊悚的眼珠子 都要掉到地上 大脑之中一片空白 唯有窒息 一个天神镜 却拥有补天镜后期实力的妖孽 这种怪物 怎么可能存在 和叶辰一比 他们这些所谓的天骄 一下都掉落尘埃之中了 可这还没有结束 就在梁子冰与顾寒 即将走出光幕的时候 叶辰却是冷冷一笑 再次开口道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荆州天骄 简直不堪一击呀 顾寒文言神色一变 但他不仅不敢反驳 反而浑身微微颤抖 加快了离去的脚步 梁子冰看着顾寒离去的背影 愈发失望 也许顾寒脱胎换骨之后 在武道之上可以称得上天才 可做人呢 他根本不配被称为一个武者 梁子冰看不起这种人 在梁子冰看来 顾寒即便靠着天赋 能步入乾坤境 可未来的成就 也就仅限于此了 这种心性 注定不会有太大成交 顾寒回到了荆州石柱之前 低着头站在那里 紧咬着牙 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不甘至极 可如今已经没有人 愿意多看他一眼了 梁子冰淡淡开口道 这场比试 明周夜市天 胜出 下面 可不等梁子冰把话说完 便有一道凌厉的目光 扫过在场的一众天骄 夜晨淡淡开口道 不必那么麻烦了 你们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众人文言又是一呆 这家伙在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 要以一人之力 面对剩下的十七名 暗喻天骄 还什么赶时间 意思是 自己这一众天骄 在他眼中如此不知一提 狂也要有个限度吧 倪人也有三分火气 何况是这些天之骄子 一时间 那一个个暗喻天骄 都将夜晨放在 击败顾寒的逆天表现 抛之脑后 嘶吼着便跃入了场中 朝着夜晨狂攻而去 连梁子冰都来不及制止了 不过他也没有制止的意思 他倒想看看 这个名叫夜市天的小子 到底有没有张狂的资本 暗喻之中 不止顾寒一个天才 几个大洲之中的妖孽 实力都与顾寒差不了多少 弱也只是弱一丝丝罢了 同时对上这几人 只有眼下的实力可不够 这小子一战取胜 便狂妄自大的话 可是要出丑的 不过 在梁子冰看来 即便这小子狂妄自大 也比顾寒那种人 要好得多了 武者可以狂 但不可以怂 而且 即便夜晨败了 其实力在诸多天骄之中 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了 各种道运 在会场之上激荡 这些天骄虽然恼怒 却也不是傻子 没有哪个人 有和夜晨单挑的意思 互相出手之下 竟是隐隐形成了 何为之时 夜晨面对那无数 闪动而来的光滑 依然神色平静 他眼中血芒一盛 天妖之体 焚血绝等等神通 以同施展 下一刻一剑出 六灭真诀 夜晨之所以让所有人上 就是想看看自己 六灭真诀的力量 究竟有多强 这一剑 依然拥有了恐怖至极的破坏力 如海般的漆黑剑芒 瞬间与那无数道运攻击 发生了碰撞 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荆州暗幅 都微微颤动了起来 种种力量在冲击中爆发 向着四周席卷而去 那防护光幕之上 都在这余波之中 浮现了道道裂痕 这怎么可能 原本神色平淡 站在光幕之外的两子兵 瞳孔瞬间收缩 面上也浮现了震撼之色 夜晨这一剑之中蕴含的威力 已经达到补天八层天了 方才夜晨面对顾寒之时 竟是没有施展权力 只见一道道蕴光滑 在夜晨的剑芒下泯灭 一个又一个的天之骄子 在那反振之力下 都是面色苍白 飞速后退 看着眼前袭来的剑光 神色愈发惊恐 几乎只是片刻之间 会场中心的珠般道运 便被夜晨这一剑纷纷泯灭 而那道剑光虽然淡薄了一分 却还在继续前进 一时间 一众天骄突然明白了 顾寒为什么会贪软在地了 面前的剑光 就像是个毁灭的深渊一般 即便明知各州州长会出手 将自己等人护下 他们还是感到了一阵恐惧 自灵魂深处爆发而出 浑身无法自制地颤抖了起来 就在这时 树道气息 自二层的房屋之中涌起 夜晨展出的剑光 在这气息的冲击下 闪了几闪 最终还是归于虚无 夜晨眼眸闪动 看来自己与那些家伙的差距 还是太大 可他不知道的是 二层房屋之中的一众州长 几乎与梁子冰 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表情 近乎实话地看着夜晨 他们身为暗喻 站在巅峰的存在 自认为各种各样的风浪 都经历过了 可他们从没有想到 一名天神镜存在 能跨越这么多境界一战 越级 他们能理解 可夜晨这是越级吗 简直是不讲道理 顾璇却是满面笑容 这些家伙也体会到 自己当初的感受了吧 而那一众天骄 脸上的骄傲 都已经荡然无存 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 心灰意冷 大受打击的模样 十几个人联手 打不过一个 还算什么天骄 要说天骄 也就只有眼前 这名叫夜市天的青年 有资格被称为天骄吧 于红英眼眸之中 浮现思索之色 对魏吉问道 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结果 你也没有想到吧 魏吉道 你觉得 天神镜拥有 补天镜后期的实力 可能吗 我也想不到 我不想到 水 用 水